新闻深喉咙 有多深 化多深 對於兩個人相遇過程 全都無法交代清楚 眼看瞞不下去 終於承認是受人之託 前來收錢 被害人這回才大夢出現 我等一下回去 我先跟你講 你現在在涉嫌詐欺案 不要讓我逼我在外面 跟你是靠手號 原來詐騙集團 先是在網路上 和被害男子搭上線 不但虛寒問暖 取得性質感 隨即多次利用 考上美容證照需要報名費 或是購買美容產品缺錢 甚至是打翻金油 要賠償等理由 再派林姓女子向被害人拿錢 前前後後三次 詐騙金額將近10萬元 就是因為這樣的甜言蜜語 宛如包著唐一的毒藥 鎖定缺乏戀愛經驗的男子下手 再多次行騙詐欺得逞 這回選在情人節碰面 所限被害人察覺有意 和警方聯手埋伏在旁 才揭開證明詐欺虛擬情人的假面具 記者李嘉明前入惡痕 台北報導